MID函数跟Find函数的运用 来 我们学过MID函数 什么叫MID 再打一遍 等于MID 从中间开始取 第一个 告诉我 哪个字串 开始位置跟取几个 那这个字串 开始位置在第六个 第六个字是KTV的K 逗号空白都算 取几个 取九个 顺利可以把什么 KTV 卡拉OK店取出来 可是有个重点来了 老师 这个有 这个没有 没有拉过来 取没有的话就变取错位置了 你看见吗 哦 这个 再下来 这个取的是对 再下来呢 你看到这里就好了 老师 这个第一个重点 不可以这样直接取 这样取有个缺点 你看看 第一个 如果公司都打的是 第六个位置开始取九个 第一个对 第二个错 第三个对 接下来呢 这个有KTV可是取得也错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再把这个 函数再看一下 什么叫MID函数 MID MID函数在取之前呢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你要知道什么 起始位置 我要知道这个K的位置在第几个 第六个 然后再告诉我取九个 就可以完整取出来 那现在重点来了 这个位置在第六 第六 那这个在 这个什么 位置不对 这个位置不对呢 大家都不一样呢 怎么办呢 找文字的功能是谁负责的 Find Find 你告诉我K的位置开始取 大家看一下哦 MID函数必须要告诉它起始位置 起始位置刚好是它的专长 我们Find的什么意思 请问这个字串的K在哪里 等于Find 寻找了字串哦 那这样 不可以这样 这样是错哦 老师有加双引号啊 怎么还错 在这个字串 这样就可以了 请问K在这个字串 因为这个K是大写 这个K是小写 所以找文要再告诉你没有 有分大小写 这个K要大写 要注意 这样呢 早上再告诉你 哦 有这个那就方便哦 我就可以找全部呢 有就出来 没有就出现value 找不到 OK吗 那这个在第六个位置 这个在第几个位置 第十二 这个第几个位置 第十九 这第一个位置在这里 你位置不要没关系 反正我一定帮你找出来 好来 Find在做什么 找位置 好来 我们再看到MID函数 什么叫MID函数呢 MID函数的中间 这个叫什么意思 请你告诉我位置 如果我知道位置取九格 就可以顺利把它取出来 那找位置刚刚是他负责的 所以呢 应该怎么打 把这个Find的位置丢到这个位置来 不要打6 应该让你来找 Find 对不对 找谁 找什么 大写的K 要打对哦 在哪里找 双银号 sorry 逗号 在这个字串里面帮我找 这样 原来是我们打6 打6没有办法 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那如果把Find搬进来 哎 请在这边自动帮我找 你是6 就从第六个字开始取 你是9 就从第九个字开始取 所以这样做完以后呢 我就可以做完全部了 有就找 没有就算了 所以不管你位置在哪里 我都可以顺利把你取出来 你看见吗 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把什么东西 把Find的函数 搬进来这里放 这样就可以解决 我们那个什么 位置不同的问题